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模型类啊 这是我们这个模型类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跟我们这个模型类相关的一部分内容啊 还是我们给大家说 那么当你呢 去开发一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你网站里面的数据表的内容呢 你如果需要编辑的话 你需要通过一个后台管理的页面啊 后台管理页面 那我们会发现啊 其实呢你在开发的时候啊 无论呢你是去开发一个商品销售的网站 或者是你是开发一个新闻发布的网站啊 他们对数据表的操作呢 无非就是这些增山盖查啊 增山盖查 那将过这个框架呢 他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机制啊 你可以通过他提供的这种机制 很快的就帮你生成一个 你管理表的后台管理页面啊 这是将过里面提供的后台管理的机制啊 后台管理的机制 很快的就可以呢 生成我们表对应的管理页面 那么使用将过的这个后台管理呢 我们刚刚给大家创建应用项目的时候提到过一个文件啊 提到过创建应用的时候提到过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就到奥德密 这就是跟我们的后台管理相关的一个文件啊 这个啊就是后台管理相关文件啊 相关文件 OK啊 那么你要使用将过提供的后台管理机制的话 你需要呢执行下面几步啊 第一步呢就到 本地化啊 成为了本地化 就是语言和时需的本地化啊 比如说你我们在美国去开发这个网站对吧 那么网站上面这个语言呢应该使用的是这个英文 那我们中国的话 你这个语言呢就应该是这个中文 时间的话 时需的话就应该使用我们中国的时间对吧 好 那么我们所说的本地化呢 就是语言和时需的本地化啊 怎么怎么去做呢 去修改项目的配置文件啊 就找到你这个项目的配置文件 这个TESA下面的Settings啊 那么它的下面呢有一个叫做 这个啊 这个哎 Language Code啊 它呢就是指定你这个语言 默认的是英文对吧 我们要改成中文 我们就重新 我先把它保留一下啊 我就重新写一份 然后呢我要把它改成这个 哎中文啊 我要把它改成这个 中文啊 中文 那么这个配置项呢 它叫做啊 它叫做ZH啊 横杠汉斯 ZH横杠汉斯啊 就代表是使用这个中文啊 使用中文 好 然后呢再往下这个Time zone 哎这个呢是指定这个 时区 那时区的话 指定的话也不是 默认也不是我们中国的时间 对吧 那么这个Time zone呢 我们就要给它换成中国的时间啊 但是你注意这里 这个呢 它在将过设计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北京的时间啊 没有这个北京时间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使用我们上海的时间啊 上海时间怎么写呢 就是写上啊 先写上一个亚洲的单词啊 H啊 然后呢 斜杠后面写上一个上海啊 上海 哎这个时间呢 也是我们中国的时间啊 哎中国时间 OK 当你把这两步做完之后 哎下面我们这个本地话呢 就做完了啊 本地话就做完了 OK 那么然后呢 我们要进行第二步 哎我要登录这个管理界面 我需要有一个管理员的账户啊 哎需要有一个管理员账户 哎我这个管理界面 肯定不是什么人都能登的 对吧 好你要创建一个管理员 这个创建管理员的命令呢 是Person Manager Pi Create 创建Cupro 哎超级user对吧 创建超级用户 就是创建一个管理员 那么这个呢 命令我们给大家创建一下啊 就找到我们这边 我就先把它退出了啊 好 退出这个之后 我们就要创建一个超级管理员 直接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ManagerPi Person ManagerPi 直接Create啊 哎 super user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首先你一敲回车 它会让你输这个管理员的名字啊 管理员的用户名 那你注意它这里面给你一个提示 你如果不输 你直接敲回车的话 它使用的是这个 Person啊 就是你当前登录的这个用户 那我给它提个名字叫Amin 我提个名字啊 这个用户名你自己写对吧 我叫做Amin啊 然后下面呢 让你输一个邮箱 这个邮箱你可以随便写啊 它不 你可以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叫Amin啊 叫它 然后呢 下面就是你这个管理员对应的密码 这个密码呢 你自己写啊 哎 输一个密码 再输一个密码 OK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创建已经成功了 那这个管理员有了 下面呢 我们就启动这个服务器啊 启动这个服务器 哎 直接Personum NPL Run Server 把它启动 启动之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浏览器呢 去登录这个后台管理的页面啊 这个地址呢 也是127.0.0.1 冒号800 然后后面呢 你要写一个 Amin啊 去登录这个 哎 它的后台管理页面 然后你在这里面 我一瞧回这 好 这里面首先 是不是到这个页面 让你登录对吧 这个登录呢 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 和密码 然后点开 然后点击这里面登录 好 就进入这一个页面了 对吧 这就将过啊 它默认的一个货带管理页面 然后点到这个用户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的密 对吧 这是我们刚刚创建那个用户啊 然后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组 这个组呢 你不需要管它 它里面没有任何内容 好 哎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 这个管理页面啊 它的一个目的是干嘛呢 我们就是想让它帮助 我们管理我们数据库里面的表 哎 表里面的数据 对吧 通过这个界面啊 帮助我们去管理 但你现在你进入来之后 它默认情况下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都没有 对吧 哎 什么都没有 那么怎么做啊 下面 第三步 你要注册模型类啊 注册模型类是干嘛的 你就是啊 你要告诉将冠框架 它要根据你注册的模型类来生成对应表的管理页面啊 那我要想生成我图书表的管理页面 我就需要把这个图书模型类呢 进行一个注册 好 这个注册在哪注册呢 就是在你应用下面的 admin里面进行注册啊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个文件 admin 这个文件啊 在它里面 你要去注册这个模型类啊 就在它里面 你要去注册模型类 好 这个模型类的话 我们要注册它怎么写呢 这个模块 你注意 预先已经导入过来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里面有一个site啊 有个site 这个site里面的有一个方法叫做rejust啊 rejust 你通过这个方法啊 去注册一个模型类 在这里面写什么呢 就把你注册的模型类的类名呢 给它写过来 那我们这个类在models里面 我需要把它导入过来啊 导入过来呢 我就直接要导入过来这个模型类啊 直接就是from我们的book test 这个像应用下面的models文件里面 导入一个类 这个类呢 叫做book info啊 那我在这里面去写完这 我直接写上一个book info 好 这里面你就完成了注册模型类啊 然后把它注册之后呢 下面你回过头来 你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 OK 看不看到顺便多了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呢 点进来 你点进来之后 你看没看到一个 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呢 点开它 看不看到是不是天龙八部和我们的 这个 它的出版日期 对吧 出版日期啊 这就是啊 这就是它帮助我们生成的这个类对的管理页面 你点开之后 你一进来之后 你一点开 它就会把你这个表里面的数据呢 给你列出来啊 给你列出来 那么 然后呢 我们默认看到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显示object的 这个object的 我也要给大家说一下 object的是怎么显示的啊 是怎么显示的 好 它呢 就是 把你表里面的数据 都把它拿出来 每一行数据呢 放到一个 对象里面 然后呢 在这个后台管理页面显示的时候 它默认的是把这个对象 取死则啊 就是把一个对象的转化成一个 字符串 这里面就是它显示的默认的内容啊 那么这部内容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再 再到一个终端里面啊 我们再打开终端吧 再打开终端 我们进入这个 work on bc18 p3 然后我进入这个终端啊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pandemic npr2一个shell 好 进入项目终端 我们现在导入一个类啊 from我们的booktest 把book info导过来啊 booktest.models import我们的book info 对吧 那么我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数据呢 给它查到啊 我们直接 我要查询这个 btitle等于天龙bubble的图书 我就可以book info 点object get对吧 然后呢 我们说里面写条件 你要查询书名 那你就写上btitle啊 等于这个天龙bubble 天龙bubble 我们刚刚写的这id 对吧 它就会把这个对象呢 给我返回 我就直接写上一个 接一下返回值 然后回车 它就会把这条数据呢 给我返回 那么 这一部分显示的内容呢 它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这个对象 转化成一个字符串 它的内容呢 就显示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可以 start b啊 你看一下 我们把一个对象 转化成一个字符串 它显示出什么内容 回车 是不是这个object的 对吧 这里面 这就是这个界面啊 为什么显示这个内容 它就是 把数据保存在对象里之后 对这个对象呢 转化成一个字符串 把转化成字符串的内容呢 给它显示出来 然后呢 知道这个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有一个需求了 我不想让它显示这个内容 我想让它显示这个图书的标题 那你想一下 我们该怎么做啊 IG就运用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方法 好 那么 这个呢 你比如说 默认情况下 start 转化一个对象 它返回的是不是这个 book of object的 对吧 我们是 那我们能不能改变这个 start方法的返回值 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你要改变这个 start方法的返回值 那你要在模型类里面 去重写一个 模仿方法 叫它下路线 start 是不是它 对吧 那你知道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了啊 我要让它显示图书的标题 我就在这个 模型类里面 去重写一个 模仿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下路线 start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 start 是不是它 对吧 在它里面 我就改变它返回值 我要返回这个书名的 这个self是这个对象 对吧 我就返回这个对象的 b title 对吧 这里面我们就是这个返回 书名啊 返回 书名 好 那么 书名啊 好 返回书名之后呢 下面啊 我们在这里面 你在模型类里面 去重写完这个方法之后 下面呢 你到后代管理界面 你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是不是书名了 对吧 好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 这里面怎么显示啊 那你注意 这个界面呢 你一点击这里面 你过来之后 这就到达你这个 表对应的一个数据的列表页面啊 你表里面有多少条数据 它就会在这边呢 给你列出多少条 然后这个界面怎么进行操作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你通过后代管理页面 假如说我要往表里面 去增加一个信息 那么你注意 这个列表页的右上角呢 有一个增加 不可以访啊 你直接点开它 你就可以跳转到一个页面 你在这里面写你增加的内容 比如说我就再写一个啊 比如说我们就写一个 这个水壶传的吧 试条应用传吧 好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试条应用传 那么这个 我要加的这本图的标题呢 就是试条应用传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它这里面BPUP DATA 你注意这里面 它给你 我们说BPUP DATA 我们定义的是一个日期 在这个位置 它就给你提供了一个 选择日期的框框 你可以在这边呢 选择日期对吧 你选择这里面 就给你填上了 同样的道理 这边还有一个今天 你点击这个今天呢 它就给你填上这个今天的时间 然后呢 我在做完之后呢 我要往这个表里面 加入信息的 我直接点击 点击这里面的保存 好 你一点击保存 它就给你跳回这个列表页面了 对吧 上面呢 告诉你这个添加 成功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增加 然后呢 你要去编辑某一个 某一条信息怎么做啊 我就直接可以点进来 比如说我就编辑它 对吧 我就可以呢 直接 点进来 它是不是 它就给你跳远到这样一个修改的页面 你在这里面想怎么修改 你就怎么修改 比如说我要把它的出版日期改掉 我就给它换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换成这个昨天的吧 然后呢 下面呢 我点击 我觉得改好了 我点击这里面的 保存 是不是 点击保存 它就修改成功了 你再点进来 它是不是昨天的出版日期 对吧 OK啊 这是我们这个修改 然后呢 你知道这个修改之后啊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这个删除 对吧 删除怎么删除啊 然后呢 你看 比如说我要删除它啊 我要删除它 你就可以勾选它前面的 复选框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动作的下来类别框 里面你点开之后 有一个叫做删除所选的 不可以放 好 你选择这项 你点击执行 它就会跳转到一个删除的确定页面 就是你要不要把它删掉啊 那比如说你要点击 是我确定它就删了 你要点击步呢 返回它就不删 它就回来了 比如我这里就不删 我直接点击步 直接返回啊 它就没删啊 你点击如果要删的话 你就点击这个确定啊 点击确定 好 它这里面呢 你还可以选择删除多个啊 比如我要想删除它俩对吧 我就把它俩呢 都勾选 然后呢 点击执行啊 点击执行 OK啊 这是我们说的删除表里面 对应的信息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还要知道一个 删除的话你还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删除啊 比如说我要删除这个设定应用转 我在这里面就直接点击来 这个左下角呢 也有一个 删除啊 你也是一点击 它让你跳转到一个确定的页面 那你可以选择删呢 也可以选择 不删啊 不删 OK啊 那么 这里面呢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后代管理基本的操作啊 它的增加 它的编辑 它的删除 那么然后呢 后代管理呢 还有一个查找啊 这个查找呢 我们是到后面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给大家讲这个管理的时候 再给大家说啊 今天你就先知道这个基本的操作啊 基本操作 OK啊 那么 你知道这个基本操作之后啊 那么 我们这里面呢 哎 现在啊 我已经注册了一个模型类的吧 哎 叫做booktest啊 这个bookinfo 它有它对应的表的管理页面了 那我现在啊 我要想生成一个跟我hearinginfo这个表对应的管理页面 那我该怎么做 哎 是不是注册一下对吧 在这里面呢 把你的这个hearinginfo类的给它 找过来 直接写上hearinginfo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的mean.site.res 直接写上这个hearinginfo 对吧 hearinginfo啊 然后呢 哎 然后呢 过来之后我们就刷新这个页面 它是不是有了 对吧 哎 你点进来之后默认给你显示的 是不是hearinginfoobject的 好 我想想让它显示英雄的名字怎么做 哎 是不是重写这个hearinginfo模型类里面的方法 对吧 哎 一样的道理啊 直接是define写上一个stir 直接returnself.h name对吧 哎 返回英雄的名字啊 这里面就是 哎 我们给大家说 在这里面 返回 英雄 名啊 返回英雄名 OK 那么你把这个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在这个界面呢 在我们这个界面 你点击刷新 好 这里面啊 刷新 哎 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哎 它的一个编辑页面 你注意也是一样的 点击 哎 到达这个编辑页面 你可以进行修改 那么 然后呢 删除的话 也是在这里面 跟我们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啊 在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它的增加 比如说我点进来 它到到达它的数据的列表页面 在这里面 我点击增加的时候 好 增加呢 比如说我们再加一个 对吧 这个 虚竹啊 是吧 然后呢 它的这个性别 你注意啊 它在后台管理界面 给你显示的是一个 复选框 那么这个复选框的话 你不勾选代表这个 false勾选代表这个 处啊 那么备注的话 H comment 你就在里面写这个 虚竹这个招数是啥 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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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植梅手 对吧 天山啊 天山植梅 梅花啊 好 好 那么 然后呢 你在往这里面 你看这个HBook的时候啊 我们说HBook里面呢 我们在我们 终端里面复制的时候 我们是要给它复制 给一个关联的对象 对吧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 你注意它给你显示的是一个 下拉列表框 然后呢 你点开之后 它就会自动啊 把这个英雄表 把这个图书表里面的这些信息呢 给你列出来 你要选择 对吧 选择属于哪一个 我要属于天龙巴布 我就写上一个天龙巴布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你点击 保存 它就加进来了啊 加进来之后 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数据表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点开 是不是也加进来了 对吧 OK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 后台管理页面 基本的一个操作啊 基本一个操作 好 那么 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还是呢 回到我们这个啊 book info这个表的界面啊 我们说这里面呢 我现在显示出来的是我啊 图书的名字 那比如说我现在 我要显 想显示更多内容的啊 比如说我要在这里面 显示出这个图书的ID 在这一列呢 显示这个图书的名字 在这一列呢 显示这个图书的出版 日期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要怎么做 好 哎 一个 一个笨的方法 是不是你在这里面把它拼出来 对吧 拼出来啊 那么这个呢 哎 我们拼出来之后 确实可以显示啊 但是呢 哎 最好呢 你比这样做啊 相互本身 哎 也帮我们提供了啊 你可以呢 控制你这个页面上呢 显示什么 内容 好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啊 你需要呢 去自定义这个管理 页面啊 自定义管理页面的目的 就是 我来控制这个列表 这个页面上方 要显示哪些 内容啊 那么自定义管理页面怎么做啊 你需要呢 在这个 Admin里面 去定义 去自定义一个模型管理类啊 自定一个类 自定义啊 那么自定义 自定义啊 这个类呢 我们叫做模型 管理类啊 模型管理类 好 这里面你比如说 我要想定义 我要想控制这个 book info 对应表的管理页面 我就定义一个 他对应的模型管理类 我就叫class啊 直接写上一个 book info Admin Admin啊 那么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类的类名呢 你是可以自己起的 你是可以自己起的 但是我们一般 我们这个类名呢 是跟某一个类呢 我一看就知道 它对应哪一个类啊 所以我们通常是 模型类名 后面加上一个 Admin啊 Admin 然后这个类呢 它呢 要继承一个类 继承谁呢 继承Admin 这个模块里面有一个 model Admin啊 继承Admin里面呢 model Admin啊 那么 然后啊 哎 继承它之后 这个呢 就是图书啊 图书模型 管理类啊 模型管理类 好 我就需要在它里面 去控制我这个页面上 显示哪些内容 那你注意在这个里面呢 你需要定一个类属性 这个类属性呢 它是固定的 它就叫做List Display 那我想要让它在这个页面上 这里面显示出这个图书的ID 这里面显示图书的名字 这里面显示图书的出版日期 那你就需要在这里面 显示ID 你就在这里面写上ID 那么要显示图书的名字呢 你就写上 哎 图书类的类属性 对应的叫做B Title 然后显示出版日期呢 我就写上那个P++Data OK 那么你注意 你把这些写完之后 你现在你在这边刷新 它还是没有变化 还是没有变化 那么你需要让它知道 你这个类 对应的管理类就是 它就是在你注册的时候 给Reset这个函数呢 再加一个参数啊 逗号后面呢 写上这个管理类的名字 直接写上一个BookInfoAdmin 然后我在这里面 现在呢 点击这里面 刷新 是不是ID Btitle B++Data 是不是显出来了 对吧 OK啊 那么这里面就我们给大家出来啊 怎么去控制这个后台管理页面 要显示的内容 我们需要呢 自定一个模型管理类 然后在类里面呢 定义它给我们预留的一些属性 那么这个ListDplay呢 它就是控制你这个页面上 要显示哪些内容啊 内容 在注册模型类的时候 告诉相公 你这个类对你的管理类呢 就是他 那么这里面这个属性啊 我们先给大家今天只说一个啊 等我后面讲的时候呢 它还有很多 我们还会再说啊 好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啊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下 我要去 在这里面显示出这个英雄的ID 英雄的名字 还有英雄的备注 怎么做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吧 class啊 hello if admin g x admin model admin 对吧 它呢 就是这个 英雄人物模型管理类啊 英雄人物模型管理类啊 OK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写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list display 我要让它显示应用的ID 就写上 ID 名字呢 我就写上 h name啊 然后这个备注呢 我就写上 h comment啊 hcomment 好 你定义完这个类之后 那么在你这里面进行 注册的时候 在它的后面呢 给它加上一个 here info admin啊 加完之后 那么在这里面点击 这里面进行刷新 是不是也显示了 对吧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我们给大家讲 将过的后台管理页面的基本操作啊 它的一个 本地化 本地化你做一次就可以了 对吧 管理员呢 你也创建一次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往下啊 注册模型类呢 就是告诉将过方向 生成你注册的模型类 对应表的 管理页面 那你如果想自己呢 去控制这个页面上 显示哪些内容 你就要自定管理页面 自定管理页面的话 其实呢 就是在Admin里面 自定义这个模型的管理类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要提醒大家 你要注意一下啊 就是在这里面 你不能写两遍啊 你不能你 你比如说我第一遍写的是Admin.site 直接写上一个 直接写上一个 不可因法 然后呢 我下面 我定义完这个模型管理类之后呢 我又写了一遍啊 你这样写两遍的话 它是会报错的啊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 后台 看不看到后台已经 挂掉了 对吧 这里面给你报这个错误啊 你这个site 是不是 already rejected啊 是不是你的 告诉你这个模型 不可因法 已经被注册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这里面 你只能写一个啊 不管你写哪一个 你只能 写一个啊 你不能写两行啊 OK 这是我们提醒大家 你要注意的一个点